又没有开车 我都没有驾照 我都没有驾照 你说这话 你这在哪里呢 在野河沟呢 河沟头 对对对 红色的是什么药 是我爷爷的爷爷给我做的手工耳料 做的手工耳料 对 这个东西我们家是在抓黄鳝的 那粉红色的是什么 耳料啊 专门抓鱼 抓鳝 抓舌的 这个东西新香味 酒香味十足 专门针对于像这类型的鱼 你看 受到惊吓了 我来了 欢迎欢迎 黄哥来了 欢迎我黄哥 热烈欢迎 黄哥驾到全场 是毒药吗 天哪 毒药的话你能引得出来黄鳝吗 这大哥 你能不能好好地想一想问题 要是毒药的话你能拿出来抓黄鳝 吃车 飞笔车 这大哥说的没毛病 我也来了 欢迎欢迎 能来到小妹直播间 我把你宠成活神仙 你的草原 你的骂 你想杂耍就杂耍 楠楠你不怕吗 怕 我怕什么呢 咱身材娇小能量大 走到哪里都不怕 怕什么 对不对 咱们也不是 有没有做亏心思 也不怕那个飘飘敲门 对不对 对外卖什么外卖大哥 魔皇 心魔皇 手魔斗 这家伙来了 只要一来 我 嘎住了 嘎住了 没嘎住 我还以为我做嘎住了 他的拱嘴咯 没嘎住的嘛 好多哥都说了 这玩意儿有点贵 那我问一下家人们 你们那边像这个黄扇卖多少钱一斤呢 对 他们说江泽户地区啊 云贵川渝地区啊 像北京那些地方很贵的 我这边呢 我这边大的是 魔皇啊 都一都看一看啊 我们这边是卖的是 大的是一百二 小的一百 对对对 来 咱们继续 都一都看一看 这个不好抓了 对 只要不好抓 咱们就徒手抓啊 徒手抓 卡住他的七寸 打蛇打七寸是一样的 嗯 对对对 我心目慌 我问一下家人们 你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呢 就是这种野生黄扇啊 我问的是野生的啊 不是什么养殖的 养殖的三到五年 这个东西是五到十年 养殖的三到五个月有 这是三到五年的 那个养殖的是吃什么 吃那个饲料打击素的 这个东西是吃小鱼 吃小虾 吃小蟹长的 不一样的 云南 云南有没有这个卖哦 追风哥哥说不要上钩 这能不上钩吗 问一下家人们 你们那边这个东西卖多少钱一斤 好多哥哥都说了 我都不愿意抠 我太冷了 好的哥哥说了 我都不愿意抠 我太冷了 好的哥哥躺在床上 停留在直播间 好好看一下 这个东西好大补 你们知道吗 好多哥都说 这个黄扇是大补的 那我问一下家人们 你们知道 这个黄扇补什么的吗 我问一下家人们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黄扇补什么的 很多人都说 这黄扇大补 你们知道 这个黄扇补什么地方的吗 补什么的 我问一下家人们 很多人都知道 我只知道 我爷爷常跟我说 他说男孩子 要多吃黄扇 但是男孩子 要多吃黄扇 我都不知道 男孩子为什么 要去多吃黄扇 有没有人知道的 知道的打 打在公屏上 对 遇到我就背识了 也不是这样说 你看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欢呼雀跃了 你爷爷懂的才多 开玩笑 我爷爷是什么 姜还是老的 对 这补什么的 哥们 有知道的打在公屏上 虽然说 我不好意思说 哥哥们可以说 对不对 欢迎我追风哥哥 追风哥都知道 这追风哥 不得腰台 不得腰台 对 很多个姐都知道 大补 但是你们知道 这玩意儿补神的吗 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就来给你们科普一下 黄扇这个东西 确确实实是大补的 在咱们 在很早很早 以前咱们的老祖宗 以前 就知道 你们知道 医疗设施 像你们以前一样 非常的辛苦 医疗设施没有什么的 对 咱们新中国 刚开放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医疗 所以说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 就把这个扇鱼 拿来保养身体 咱们平均寿命 那时候才50岁60岁 后面 就把这个黄扇拿来吃了之后 平均寿命 长到了90岁到100岁 哎呦 你不晓得 后面就被后世人 发现了 他的营养价值 对 最后 给他写进了 本草纲目当中 对 你知道吗 哪个写的本草纲目 有没有人知道的 嗯 知道的 打在公屏上 对对对 这个东西 它的药用价值 和食用价值很高 扇鱼里面 它有什么 扇鱼素 DHA 维生素A 和大豆卵凝脂 对 被咱们这边的老人 称为水中人参 土中人参 跟人参相媲美 外行人吃人参 内行人吃扇鱼 它有什么营养 它扇鱼素 DHA 维生素A 和大豆卵凝脂 特别适合于哪些人去吃呢 经常腰感痛 腰感酸 腰吸酸软 腰吸无力 平时手脚冰冰凉凉 气血差 孩子不爱吃饭 挑食 咽尸 个头啊 比童年孩子矮小的 特别是三高 有三高的 糖高高 压高高 脂高高的 家人们一定要去吃起来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都知道 糖高压高 脂高是一个富贵病啊 是个富贵病就需要常年吃药 只要吃药的话 是要三分毒 就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就比如说你三高有什么的啊 有什么的副作用 还有什么并发症呢 三高的并发症有很多 就比如说啊 中风偏瘫 心肌梗塞 心肌梗死 猝死 老中风 这都是什么呢 三高的一些并发症 很多哥都说了 我也有三高 我也想去吃 首先来说 你们要知道 这个三高啊 出现三高是怎么来的 有句话叫什么呢 疾病从口入 感冒从啄起嘛 对不对 好像没有货了 没有货 咱们再继续的往前走 好多哥都在说啊 我想看看环境 来吧 哥哥们 给你们左左右右都看一看啊 对 抓鱼抓上 还得看我们家男大胖 那开玩笑 抓鱼抓下 还得看我呀 来莫慌啊 咱们看看这个洞洞啊 能多抓一点 多抓一点嘛 啊 我就想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家人们都没有得 就是说三高 为什么我就有了呢 首先来说 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得 第一个人会三老病死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说到了中老年之后呢 身体就会出现什么一些症状呢 就是说各个器官会衰退 只要衰退了呢 你知道你的各个器官衰退了 听清楚啊 你只要衰退了 你的各个器官就会出现问题 就比如说你长期吃的东西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你长期吃的东西呢 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没有吸收掉 它会沉积在你的血管里面 然后呢 就变成了什么呢 扒在你的血管壁上 对对对 它像这种情况都该怎么办呢 它就没有办法去清理掉的 像这种就会形成什么 血液垃圾堵塞你的血管 堵在脑袋呢 叫老公血不足 堵在心脏呢 它叫关心病 很多人都说了 我经常会心慌气短 我会头昏头痛 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你三高引起的 这些也是它冰发症 如果说啊 这是比较轻微的 如果说严重一点的 严重一点的 我跟你们说 严重一点的就是中风和偏塌 心肌梗塞和心肌梗塞 有的人为什么摔